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香港要真正开新篇 必须深入 寻旧根源 有宏观的思考和策略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辞大报解》 校园行政政官李家超先生 他的施政政纲 叫同为香港开新篇 什么叫开新篇 政治篇 工作篇 社会篇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还是三项都有呢 大家对新的政府有很多期望 其实对香港如何重新开新篇起飞 有更大的期望 今天请嘉宾和我们谈谈 他怎么看香港的新起飞 今天嘉宾 我的朋友 《运输及火局》的前局长张炳梁串 你好 张炳你好 我看过你们宝珠的文章 你提到很多宽宽很大的 有些人有个评价就认为 李家超先生的政纲 或者他一直的表述 比较多是在政府 就政府论政府 就算你的政府架构重组 被人感觉就好像在说 分工的调整 其实我相信政府现在的意图 是远远超过分工的调整 我们先从这个政府架构重组 你怎么看呢 我想其实任何地方 凡是有政府换届 都必然出现 就是究竟既有的架构 或者原有各个功能的分工 是否合当呢 因为为什么呢 时代有变化 社会的需求 面对的形势 民生的经济 社会的民生都是变化的 所以每一届政府 其他地方都是的了 中央都是 有时都会调整的 所以有调整 这个本身不是什么怪 或者新鲜的事 问题就是调整的基础 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这个要看回 就是说每一届新的领导人 他怎么看现在社会里面 面对的主要的挑战在哪里 社会的需要在哪里 这个就牵涉到香港 现在所处的状况了 既有过去几年 我们大家看到香港那种变化 社会有时对很多问题 那种招操 面对前景 包括国际的形势 经济的大环境 或者疫情等等 带来的那种不明朗性 我相信任何政府 他那个结构也好 或者整个团队 他工作上的焦点 应该都要针对那些问题 是 看回李家超先生的政綱 我不相信他没有想过那些问题 但是他可能考虑了很多因素之后 不过 比如说19年之后 就是所谓的平暖之后 是 人心怎样治愈呢 人心怎样回归 社会撕裂怎样去 去弥补一下 是 甚至在疫情之后 或者香港目前那个 因为疫情也好 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好 那个经济的竞争力 是受到一些威胁 是 等等 都不是太多去着目去说的 他比较多就是说公屋 建屋速度 政府架构重组 是 是 我理解这个就是 他急用先说 就是说这些要做 不等于 正如谭耀宗说 就是说 没有说饭饭都说齊 不说得太多 是 是不是这方面 其实政府 都是要着目去想 不是只是 做了一些施政的行目就可以了 我觉得如果纯粹 因为始终 无论你那个 产生行政长官的 具体的方式过程是怎样 讲到底都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每个地方都是 当然 除了去讲述 就是说 未来几年 你做什么的具体工作之外 可能都要 讲小故事 究竟现在我们希望 所谓带领香港 去到什么的境界 你不能够只讲一些 所谓合听的东西 因为我们社会 现在面对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在疫情底下 还有经过了 19年的动乱 之后很多制度上 其他方面的变化 我觉得人心 是未平复下来的 也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你都要解决的 我自己都公开写文章 我都提到 你要治疗社会的创伤 对 那个创伤是很多方面 大家没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始终如果这些根本性的一些不安 招草不去正视 你说整个社会要同身合力 就比较艰难 还有那些挑战 不是一些一般性的挑战 就是我们社会里面 经常都有挑战 你说深层子矛盾 问题是多深 一定没有很多矛盾 每个社会都是 但是有些问题 如果从学术上 我们英文有一个名词 叫wicked problem 它就不是说一些很奸搞的问题 wicked problem就是一些问题 你知道是问题 但是你想是没有方法解决的 看上来好像没有方法解决 难于解决 甚至有些人认为 现在疫情 是一些超级的wicked problem 在学术上 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些问题 好像为什么十几年都没解决到 防务问题都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防务问题你可以说很简单 因为供求问题 你就增加供应控制需求 就好像有一个平衡 但是在两方面都很多 结构上政策上 牵涉到很多民情 很多比较深远一点的矛盾的问题 同样疫情也是这样 现在我们面对国际大形势 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要低估 特别是俄乌战争 带来全球的政治势力的重整 还有我觉得在疫情过后 虽然疫情现在看上去 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到过后 但是始终有部分国家 或者主流的很多地方 都是开放了 慢慢这里会引起很多新的问题 还有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些全都影响香港的 因为香港我觉得在过去一两年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一方面要取信于国家 另一方面要取信于国际 这个平衡不是容易做 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的问题 所以市民一定期望 好了 现在我们新一届的政府 开创一个新的阶段了 究竟这个政府怎么理解现在的问题 它打算怎么处理 你不是说立刻可以有答案的 或者立刻见效的 但起码你知道 你怎么去认知目前的情况 好了 接着你就说 我有什么策略带领社会 去到一个新境界 而这个新境界 对多些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变化有改善的境界 是 19年的时候 接着有国安法和宣传制度 我的比喻就是 发高烧你打了一针 退了销之后 你需要做调理治疗的过程 现在还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遇上疫情就不用说了 但是现任的政府来说 其实有一个问题 正如你说的国际形势也好 有两件大事同时发生的 一个就是香港怎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是一个转折点 国际上当时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搞出这样的一个中美的关系 是不是在现任的政府 对这两个问题 你说它力不从心又得 你说它估计不是很足 或者应付不了 面对不到这个局面 可不可以这么说 当然我不知道现界政府 实际上的运作 对很多问题是看法 始终我离开了政府 但是我自己一直观察 包括我在上一届政府的参与 或者过去长期对香港的政治 管治上的观察 我觉得香港是有点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号称是国际城市 我们很多人很关心 四周围发生的事 当然四周围有些都局限于 北美、欧洲 但是其实我们对国际的政治 国际的事务 其实着目不多 你看回我们日常的媒体 关注点你看到 市民的讨论的焦点 所以政府有时我都觉得 对这些大形势 其实它不是很掌握的 很多时候看国际形势 它有什么对贸易有什么影响 对金融有什么影响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反而有时就是不掌握到 好了 整个全球政治的变化 美国的政治的变化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还有这个变化对整个国家 它那个方向有没有带来影响呢 同样内地的变化也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对内地 我觉得直到今天 无论是政府整体也好 或者是我们 譬如商界专业的一般人也好 都往往是被动的 就是说好了 国家这么发展 你未能去到一个就是 如果我是国家分子的时候 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整个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呢 多数就是定了这样 或者这是现在的情况 那我们怎么去配合呢 或者现在有时 怎么去争取香港的利益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不重要 不过应该不是唯一的一个角度 是 香港不是一个简单的大都市 所以这里的总部就不是叫做市长 他叫做行政长官 是 特别行政区 所以他有超过 远远超过一个普通的上海市长 他拥有的影响力和权力的范围 所以会不会我们的行政长官 需要超越那个政务官的视野 或者那个行为的模式 变成一个政治领袖 这方面新的政府 是不是需要这方面 如果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大问题 可能很难去解决 我觉得我都不是一个纯粹 一个政治领袖和一个政务官 因为当然你说我们香港 我们的官僚系统 我们的公务员系统 那个视野 在国际视野这些 或者国家视野 足够不足够 这个我们可以分开来讨论 但是在其他国家 都没有这样很简单疑分之外 如果你是政治领袖 或者是总理 部长 你就会不同计法的 但是如果你是文官 甚至去到常秘书长 在英国 英联波国家 都是用常秘这种体制 就不是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 你看新加坡已经不是这样 在其他地方都不是这样 反而就是说 香港我们在一个两制底下 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 其实我觉得仍然未曾好好的发挥到 第一 一个特别行政区 在一个国家里面 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也可能因为长期在英国管治底下 香港所索做的 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城市 这样一个形象 以往是这样 以往是这样 我们在回归之后 也仍然有时在思维上 未去到一个新的跃进 刚才你提到特别行政区 所以我们行政长官的确 如果从高度自治的地位 甚至有时的功能权力 我们比伦敦市长 我们比纽约市长 都很多的 香港作为一个地方 不过 如果你说跟上海比较 我试试这样比较 上海市的领导 无论是党委书记也好 市长 在整个执政党里面 在中共的最高层 它是有位置的 它是有角色的 其实香港就 又不是这样 长期刻意地就是分开的 不是 没错 所以在整个国家的 大政策的酝酿过程 其实香港的参与不多 好 先喝杯茶 我们回去继续聊天 欢迎继续收看《时事大报解》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前文房局局长 张炳梁 张炳梁 刚才你说的 对中国的参与 是不足够的 这个有客观有主观的问题 一个客观上就是 我们也记得 回归前后 事实上是比较强调两制 是担心香港人不接受 担心不可以平稳过渡 是吧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 2014年之后就提到 一国前提 这个全民的管治权 这个 你不可以说之前那时候是错的 是有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演进的过程 这是一个造成香港人的参与比较少 另一个就是主观上 香港的领导层 就是官府的领导层 这方面也可能准备不足 是吧 现在变成我们面临这个挑战 是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 无论过去的成因是怎样 我觉得成因是很多方面的 包括历史上在回归前后 香港人对两制的理解 我还记得在回归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说 经济一角 政治一定是两制的 要分得很开的 也有的 我觉得有很多原因 香港人本身的情绪 对内地那种看法 有时带有偏见 或者有时有认知上的距离 但是怎么也好 到了今天 如果从中央要求香港 你是要很意识到 你是全国一部分 就是全国一盆多 你要融入国家大局 就不只是说有好处 融入国家大局 而是看问题 从整个国家去看 当然你要想想 如何做为国家好 或者国家面对什么挑战 国家可能有时有些做法 未必是最好的 香港你作为国家的部分 其实都是有个意见的发挥 我都相信我们港区的 比如人大代表 应该在这方面有个作用 但是怎么也好 即是说香港的定位 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 一国两制是行为致远 不是说只是去到2047 我不接受2047是死线的作用 如果长期来说 你就会问 这个长期的中国香港 它当然不会单来看香港本身 香港本身是它的特色 香港本身在制度上有不同 它维持一个特色 对整个国家 其实也是一个有利的 是一个相赢的安排 我相信这种视野 应该是保留下去的 但是我们对整个国家 所谓走向 香港的命运 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是一体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不可以再抱持一种 特别在回归之前 好像是他有他的 我有我的 这个已经不行了 现实上也不行了 是 刚才你提到很多 比如说香港现在我们 有很多大问题 不是只靠完成眼前的 出来的工作项目 就可以解决的 或者说 有人会觉得现在的政府 可能是 可能是政务官出身的关系 所以就政府 而论政府是比较多的 但是 北京是 现实就是这样的时候 那要达到 刚才你说的那些问题 要解决 那个点落在哪个身上呢 是行政长官 是整个官僚架构 就是公务员体系 还是不是 是香港某一股的政治力量 还是怎样怎样 怎样去解决那些问题 香港就是一个 长期以来 虽然说政府的公权力相当大 不过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作为一个市场也好 它就不是政府 很一面倒地去主导的 所以社会上 很多力量 很多的群体 我觉得它都有一个作用 它应该同时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要关心整个香港 未来的发展 在香港面对挑战 当然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 你政府和我想 不可以这样 我们很多事都要 整个社会要想 正正因为要整个社会想 所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连结 那种互相的信任是重要的 而19年带来的一个 所谓不良的后果 就是社会信任是下错了 这个我们要很着急 但是就这样说了之后 不等于政府没有责任 因为任何社会任何城市 国家也好 最终你作为一个政府首长 或者国家城市的首长 当然你是领袖 领袖不仅是政府领袖 所以它是要反映到整个社会那种方向 也会影响到社会方向 所以对领袖的要求 当然是相当的 各方面也是 它不是纯属一个执行者 一定是一个有 所谓有圆境 有领袖 有领袖 有一个带领社会展望未来的角色 是 如果它有圆境 有这个看法 那就可以去实施 如果我们觉得现在是 我们要提醒 行政长官 即是政府的高层 要处理刚才那些 我认为那些才是真真正正的 深层的矛盾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是建议它 政府多一些机会给不同的民众参与 关注 是吧 或者起码一般的市民 令它多一些的安全感 是吧 就是比较稳定的安全感 同时呢 愿意在政治上 多一些的参与 以及多一些英文所谓的内容 是 是 这个是不是重要呢 我认为参与一定是重要的 虽然就是说 经过了过去这几年的事情 社会好像很分化 有时很撕裂 那种 当然这种多元性 一定是有很多声音的 多元性 声音多不等于是问题 甚至有时在一些见解上 有些对立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我写文章都说过 香港近这两年 就很多时候用颜色去定政治 那我就说 有颜色 这个你不可以说 测试了它 但是怎样令到颜色 它不是一个 好像我们认为是对抗的 互相排斥的 不是排斥的 而是彩虹呢 彩虹也是很多颜色 但是它发挥的作用 那种协同效应就会不同 这个转化不容易 但我们应该争取这件事 还有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对很多问题的那种认知等等 但是我们要摆脱有很多时候 特别是社会一般 一般人很多时候就说 一如有问题就成立机构 以为成立机构去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的 所以问题的性质是怎样的呢 如果比如说房屋问题 我给阿叔 我经常跟朋友说 就是说 房屋问题很严重 不容易解决 你一定要承认它是不容易解决 你越是低估它 就越难解决 低估到怎样呢 就是说 总之定个指标 就解决了 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是任何东西 你定了一个硬指标 就能解决到 那这个就骗自己 而且是令自己放松了 因为它有严重问题 牵涉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要令到社会上都要认同 是的 有很多问题 我们都要解决 去到解决的位置的时候 有时你要社会上有个取舍 但是往往不同的市民 不同的群体的取舍很不同 房屋问题 我们不够地 举例 那家庭公园 边垂地带是否用得呢 戈爾夫球场的地 是否用得呢 我们会否愿意 我们建立高一点 密度高一点 就牺牲了一些空间 很多都是取舍的 如果你说我不想取舍 我自己坚守某些很执着的地方 那就没有办法解决 最终来说 当每个人都不想取舍的时候 最后用回杜鲁门 就是美国以前的总统所说 the buck stops here 到最后政府就要取舍 你不能做好人了 你要做个权衡 这个责任一定是政府的 带领整个社会 说到底 政府一定是责无狂态 正如你说起 譬如政府 一般来说 最简单就是 持一个机构 持一个委员会 或者在我做个立法会议员 之后就是 开位 开个位就表示我重视 就表示 其实那个不应该是交了功课 其实那个是开始 你定了开了个位之后 你老根想什么 你出什么政策 那个才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可以 将那个开位 正如委员会 就自己向自己交差 就叫我做了 这方面来说 你觉得 现在我们的香港的架构 或者我们的公务员的体系 做不做到这个改变 如果在政府 在工营机构 长期工作人 应该都看得很通透的 他会知道就是 成立的机构 不等于解决问题 有时成立的机构 可能会令到问题更难解决 因为你有时 如果真的过了位 价床跌幅更加难解决 增加了很多的成本 一般人会知道 不过 有时这种认知 是要全社会都要有 如果不是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 成立的机构 多一层的协调 统筹 就等于问题容易一些 不是一样 不是一定 而社会里面 我们很多 发挥智库角色的人 也好 学术 学者等等 他都要看透一些事情 就而不是 有时我觉得 柴娃娃 有问题 定目标 一定要解决 等于解决 有时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社会上 对于管治的认知 我也是要去推广 而政府来说 都有责任要分享多些 实际上 工作上是怎样 但是这样的 尽管这么说 我刚才所说的 所谓把问题简化 就不是香港只是出现 很多制度出现 有时 执政的人 无论是最高层的领袖 或者部门首长 或者局长等等 都好 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 不过眼前那种 短视式的政治 就包围着他 一定要有些东西 拿出来交货 他要过了明日的关 他不能说 我等一年后 两年后 去过明日的关 现实的政治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 现在我们说 完善了选举制度 如果完善就是 我们看问题 视野会广阔一点 不是那么短期行为 看得远 看得大 那我们一定要扭转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种弊弊 这是一个思维的转变 夏宝龙主任说 这个选举要五光十色 不是青日色 我也希望现在 新的政府可以 鼓励和创造的条件 令到社会 多一点五光十色 即是 比较多元化的 各种的 就是 就是 令到政府 其实是 本身这个过程 是令到市民参与 令到社会安定的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 你同意吗 我绝对同意 为什么同意呢 有两点 我现在 我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 是一个心结 是一个心灵 創伤的问题 好了 社会 坊间也有说 要复和 要复原 说到底就是 要建立一张信任 我认为 如果政府 相对于民众 相对社会 那个信任是什么呢 你希望有社会信任 你希望民众也相信政府 但是政府要下第一步 就是政府要信任民众 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谈得多 下次再来聊天 好的 多谢张比良和我们聊天 好的 谢谢大家 下回分解